主席各位先進 我們請一下那個 工程會的長官有哪位到了 工程會的陳主委 陳正傳陳主委 陳主委 這個有件事不知道是不是你們負責 就是關於這個銀件 銀件材料一些的 我們要看到 根據國內的重要的銀件材料物料的價格 一年來都非常的平穩 你們工程會根據四月份的資料 北部的沙石啊 一半糊泥土啊等等的 那麼這個大部分的東西都下跌了 大部分東西都下跌了 除了一些比較特殊的料材 漲了3%左右 那可是我們來看的話 就是以這個來看 就是你們的即便要漲不到 大概跟主席公布的1.44 也蠻接近的啦 我是很想問的就是說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為什麼 特別是大台北地區的 房價還在推升 他們推升的一個原因之一就是想說 萬物其漲啊 我們的用料都漲了啊 你要不要對這樣的說法 有點回應可不可以 那跟委員報告 那我們談的是主要工程的材料 公共工程的材料 像橋樑啊道路隧道等等 其實沙石來講啊 因為莫拉克土石 這個青蘇的那個沙石堆積的量啊 非常的多 另外 所以這個方面 一半粉泥土啊 一半粉泥土它主要就是殺死啦 當然水泥 是稍微有一點 這個 帳齁但是整體來講 它還是在一個 合理管控的範圍 另外鋼金的話 其實帳幅也非常有限 在這樣的一個節目 房地產最主要的 建材是什麼請問你 當然裝修 裝修很重要啦 土地的價格啦等等 土地那個先不講啦 因為我為什麼提這個問題 因為最近市場上一直傳聞就是 建商打著油電雙漲 價格所以他們成本增加 要轉價成本 所以他們房價要漲一成到三成 有這樣的說法所以我要請你來 對這樣說法來comment 因為房子最主要是什麼 鋼金水泥啊 鋼金水泥還有什麼東西 除了土地不算啦 除了鋼金水泥嘛 還有什麼 其實這個部分 極肉鋼金水泥 它佔整個豪宅價格的比例 大概也不會超過20% 因為包括土地啊 裝潢啊設備啊等等 所以如果我利用這個水泥鋼金的 漲價 來去推動這個房地產的漲價 可能不是非常的妥當啦 但是我們也在 監督特別工程會 我們最主要是要來看這些公共工程 道路橋樑等等 會不會異常 那這個部分會不會影響公共工程的執行 跟推動 現在有沒有影響 現在目前 當然我們的營造業稍微有這樣反應啦 但是我們也會 保持密切的監督 那就回到你講你公共工程這一部分 比如說橋樑啦道路啦 它平均漲幅多少現在 材料成本漲幅多少 依據我們定的現在的企業標準 如果超過3% 政府3%的話 那它就可以依據這個企業啊 去申請這個物條 所以這個都有一定的規定 來 現在申請物條多不多 因為 這個部分很多企業都還在履行啦 所以 有沒有已經申請物條了 有沒有 我想這個 有沒有現在有沒有 現在還沒有到達百分之二點多少 二點五 還沒有 所以換言之公共工程 最近 即便大家外面喊說什麼東西漲東西漲 但是 所有的廠商 基本上還沒有物條 就是它還沒有到達那個上限 所以它還沒有提出來說 我要物條 可見得 其實物價某種程度還是平穩啦 沒有錯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啊 所以我們要繼續觀察 對 而且有機制可以處理啦 沒有 我之所以請你 請你來 請你來談這個問題是因為 因為建商打這個東西 訴求是很沒有道理的 是 我是希望透過你這裡 像全國拉百姓說 因為跟你有關係的 水泥鋼金的這一部分 其實 其實沒有嘛 像鋼金還跌勒 鋼金還跌勒 1.8%嘞 對 水泥大長的差不多 3%左右 都在可以 容忍的範圍裡面 而不是說 因為 材料長了 它的房子要長 一層到三層 這是 但是這個橋老師很有問題的 第二個 這個有關於 陸資承攬 營建工程 是 這個工程會啊 你們的 你現在你們的 標準 哪裡在哪裡 就是陸資 什麼情況可以 承攬 我們台灣的工程 還是說都不可以承攬 還是說VOT可以承攬 我們的陸資 是不可以來承攬我們的工程 因為營造業是特許業啦 而且在執行這個工程的時候啊 他營造廠他要申請特許 另外建築師 技師 他都不可以來簽證 所以這個部分都要我們國內的這些專業人員 來執行 所以我們一再這個強調 陸資他如果來這個投資 他只能入股 但是不能來援覽公共工程 他可不可以來做VOT 可以不可以做VOT VOT他就是投資 可以吧 投資而已 但是工程的部分啊 他不能來援覽 還是要由國內的營造廠 來執行 顧問公司來設計 就是他VOT他只能夠帶錢進來 對 他的團隊不可以進來 只要台灣的廠商來做 他大陸的營造廠不能進來 台灣的營造廠做嘛 是啊 但是 那他為什麼要把錢帶進來 他當然 錢的他是他的人 他的居人不能 他的人不能來做 工程的執行他不能做 但是他營運管理 比如說他蓋一個禮管好了 那這個就要靠他將來的服務啊 是不是 有沒有去研究一下啦 因為現在 台北市啊 這裡面的 今天交通部 可能沒有來 我們今天 今天 這個 現在像台北市有什麼 環狀線 三環三線 對 那些東西都沒錢啦 找起來 從台北市 繞到台北線 就新北市 他裡面跨越的立委 大概將近十個啦 對 這裡面大概就是幾千里的工程都沒錢啦 是 現在交通部隊 台北市總提出來的 卡尼這個卡尼那個 都沒錢啦 對 那我們想到說 能不能叫大陸把錢帶進來啊 這個來做我們的捷運啊 可不可以 這個部分喔 一定要有利可圖啦 其實像大陸他們 用助餐的方式 去做很多大型的橋樑 那個購入費啊 大概都是我們 一般購入費的五到十倍 所以 你沒有到一定的 這個利潤 他們 他們 這個進行喔 投資就是很困難 你 你替他們決定他們 不要不要進來 其實你辦法可以訂出來 沒有 我告訴你交通部是說可以啦 VOT可以啦 他可以 VOT可以 捷運可以 就像你講 那是無利可圖 有沒有有利可圖 就廠商決定啦 管您這麼多 是啊 對不對 你認為無利 是你不會經營 你認為無利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 在這個 等於是經濟部核定的項目 有一些是可以讓他投資的 但是公共工程的執行 還是由我們的營造廠 跟產業來 工程 好 我們這邊請一下那個 NCC的蘇主委 好不好 謝謝 請回 謝謝 請蘇主委 賴委員好 這個蘇主委 我想請問啦 這個 我實在很不想問這個問題 可是因為我看這個一直拖拖 忘了那個事情要拖多久啊 到底是 是現在是怎麼樣是 是 要給人家伸頭一刀 縮頭一刀 是 現在你們不能做決定 還是怎麼樣 還是說 這個要多久可以做決定啊 就是 就是看起來 這事情老實講 對政府公信力很傷耶 我想 我想這個 大概外面都知道這個案子 是非常複雜的案子 那個爭議也是很高 那我想我們有一個這個 適當的審查的過程 其實我們從來都沒有去拖延這個部分 因為真的裡面牽涉到的議題是非常多的 也非常複雜的 好 所以這個我們就是照的這個程序 那我們 當然過去裡面也有請這個 相關的業者不斷的在有一些部分 希望他們釐清 所以我們也有請他們補件 好 那一直到最近這個公聽會舉行完了 那我們會把相關的資料匯整 然後我們會到委員會討論 那大概一直就是 這樣行程走完大概多久可以做決定 對不起那個 委員是在詢問 我說剛才妳講這些動作 這麼多的動作 全部讓妳走完大概要多久時間 只要可以做決定這樣 呃我現在沒有辦法 這個部分我沒有辦法回答 因為這個是還要到委員會裡面去討論 還要因為我們有幾個委員 我們是要一起討論這個案子 那什麼時候可以到委員會 呃我想會盡快 這樣子不要拖啦 我覺得這個拖其實都傷啦 這個社會都傷真的 就是弄得 到底到底誰是誰非 到底怎麼樣搞不清楚 弄到這樣子弄得 真的我們都看看不下去 就是弄到已經可以拖這麼久 這個案子總共拖多久了 沒有呃我真的跟委員報告 這個案子沒有拖 因為國外它這是七百多億的案子 國外像這麼大的案子 那麼審到一年多左右 一般來講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程序 這樣審一年多 通常一般來講 像英國或者美國很多這麼大的案子 這麼大的案子 那乾脆就審個三年好了 給妳慢慢審 欸不會我們也不會這樣子 欸乾脆用三年好了齁 最後一個齁 這個這個我看你們ACC 有統計一個啊 97 98 99年度啊 那個三年來手機誤上網 而且還收費的件數是成倍數增加啊 97年五件 98年十四件 99年四十四件 所以是倍數在成長齁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很可怕的齁 這個成長1.8倍成長2.14倍 金額也是成長快四倍啊之多齁 這個這個東西難道ACC沒有辦法有點作為嗎 對於我誤上網了你還給我收錢 啊這個糾紛越來越多 難怪老百姓罵你們嘛 說有你們跟沒有嘛 這個東西 那個報告賴委員啊 我們現在其實已經要求業者 就是說 他那個裡面有個default不開的時候 他是不能上網的 除非是使用者他要求業者幫他打開 那這是第一個部分 就原則上他是不開的 所以應該是不會誤上網 那上網的部分可能是中間發生了一些狀況 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我們已經要求業者 在這個契約上面要載明 那所以像剛才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委員關心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會 我們如果是有這樣的一個案件的問題 我們會再去請業者再去看一下 到底是這個跟消費者之間 到底產生了一些什麼樣的問題 我剛剛再講一遍啊 就是說原則上上網的那個 在手機裡上網的功能是不開的 原則上不開的 除非使用者請求 這裡面像這種糾紛其實蠻多的啦 而且行動上網現在佔 就手機上網是佔了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這裡面糾紛只會越來越多 你們要去多去注意消費者的這些報應的聲音 好不好謝謝 好謝謝 好謝謝 謝謝